大家好,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中國新任駐東盟大使喉嚴旗 星期六已抵達印尼首都瓦加達里辛 他當日在機場向媒體形容 東南亞國家在中國人民心目中 是熱情四日多姿多彩的 他說這裡歷史悠久、文化多元 人民善良、經濟發展、深厚的底韻 引辱出勃勃的生機 驅動著東盟共同體的建設 引領東亞形成了以東盟為中心 開放包容的區域合作框架 喉嚴旗強調 東盟國家的獨立、團結、強大 有力維護了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穩定 發展繁榮 日益成為多極化世界的重要力量 他也提到 中國與東南亞國家比倫而居 友好交往遠遠留場 自1991年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係以來 雙方聚焦共同發展、共同克服全球挑戰 目前已成為彼此最大規模的貿易夥伴 此以外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21年11月 與東盟國家領導人共同宣布建立 中國東盟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進一步鞏固雙方政治互信 深化互利合作指明了前進方向 後驗旗又提到 沒多久之前召開的中共二十大 中國將堅持親成、惠傭 與與輪為善、與輪為伴的周邊外交方針 深化與周邊國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 東盟將會一如既往地 是中國周邊外交的優先方向 後驗旗這次的任命有幾個值得關注點 首先東盟成為中國最大貿易夥伴 在可預測的未來一段時間中 歐美經濟停滯不前甚至衰退的前提下 如何維持與東盟正在向上發展的 新經濟體的貿易發展態勢 成為中國對外貿易很重要的一環 從政治上來看 美國已經是鐵定心腸 未來十二的核心就是要壓制中國發展 從地緣政治分析 美國最重視的就是挑動東盟和中國的關係 軍事上東盟多個國家都有美軍基地 而且東盟多國和中國在南海主權有爭議 因此可預見 中美角力的前沿陣地就是南海和東盟關係 在如此複雜的背景下 中央政府在挑選中國駐東盟大使的人選時 必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而安排了侯驗旗出任 背後有什麼用意呢? 或者我們先看看侯驗旗個人的背景 侯驗旗是公認的美女外交官 她1970年3月在天津出生 祖籍山西文學碩士 曾擔任外交部亞洲司一臂署長 外交部涉外安全事務司署長 外交部亞洲司參贊 外交部亞洲司副司長 2018年出任中國駐尼泊爾特命全權大使 這位美女外交官在出任尼泊爾大使後 活躍於社交平台 被媒體稱為美人大使和網紅 在Twitter上有近5萬個關注者 其中大多數是尼泊爾人和當地的非政府組織 青年論壇和貿易組織關係非常密切 在中國和印度關係緊張的背景下 侯驗旗用猶勝的身段表現出中國和尼泊爾關係的進一步密切 而且不是迫尼泊爾在中印爭端中選邊站隊 侯驗旗怎麼可以成為外交官網紅呢? 2019年最後一天侯驗旗在Twitter上 用英語和尼泊爾兩種文字發文說 真正的美總是觸碰心底 美麗尼泊爾、悠久的歷史、多樣的文化 和秀美的自然風光值得一游 祝2020年尼泊爾旅遊年取得成功 這篇推文還配了四張侯驗旗本人 在尼泊爾首都加德門都拍的照片 中國駐尼泊爾大使館網站當時發布消息說 這在當地引發了異烈的反響 幾小時留言就超過120條 轉發量超過220次點讚過千 當地網友紛紛留言感謝侯驗旗一年來 致力於推廣尼泊爾旅遊 認為中國大使尊重和熱愛尼泊爾 習美麗與智慧於一身 甚至有些鐵粉還說 已經將侯驗旗的照片設置為手機的壁紙 尼泊爾的新聞網、新聞郵報網、 漢獨網、新聞資道網等當地媒體 還紛紛報導了侯驗旗的推文內容 用經驗來形容這位美麗的中國女大使 助力2020尼泊爾旅遊年的行動 在2020年9月侯驗旗又發布了 唱尼泊爾文歌的視頻 共慶德塞節引發了關注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也在Twitter上為她點讚 侯驗旗在視頻中演唱當地文歌 《絲綢飄揚》以祝福尼泊爾德塞節 中生社的報導說 遠轉的歌星美麗的景色 引起了尼泊爾網民的熱烈好評 德塞節每年的離歷6月即西歷9月至10月舉行 是尼泊爾一年當中最重要的節日 相傳為慶祝諸神打敗惡魔 《絲綢飄揚》是尼泊爾最著名的歌曲之一 地位坑比中國的茉莉花 不僅廣泛流傳於尼泊爾 在國際上也是為人耳熟能長 歌詞的大意主要是說 我對你的心動猶如絲綢在空中飄揚 有和侯驗旗熟悉的外交官透露 侯驗旗她個人比較文藝、能唱、會跳 願意展示個性 一就是她本身的條件 二也是中國大國外交的一大特色 在原則問題上發揮鬥爭精神 同時外交無小事 中國的外交官也並非只有莊重死板的一面 放手讓外交官以自己獨特的條件 用更接地氣的方式和駐外的當地人民溝通 說好中國外交也是非常重要 外交官一方面代表國家 另一方面也憑著自己的能力 去和當地搞好關係 取得當地人的信任 對發展雙邊關係也是非常重要的 總結一下 挑選美女兼網紅外交官侯驗旗出任東盟大使 中央的研判是 第一 東盟將會在中美角力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說得直白一點 就是美國將會不停在東盟挑釁與中國的關係 如何維持中國東盟發展勢頭不被撼動 除了與東盟的政治經濟關係 如何在東盟各國打造民心工程也是同樣重要的 尤其是在海外的社交平台上爭奪和美國話語權 侯驗旗在尼泊爾的工作反映出他有這樣的條件和能力 第二 從侯驗旗的背景來看 雖然是出生於亞洲市 但是他的履歷當中也有與美國人打交道的經驗 他曾經在2007年至2009年間 擔任過駐美國洛杉磯總領事館一臂涵領事 由此可見 東盟將會在中美關係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中國將努力處理好與東盟的關係 穩定周邊環境 中國外交官近年來越來越有個性化的表現 在對外的文書上也引入了一些生命的手法 幾年前熱播的美國政治大戲《紙牌屋》 講述政客如何為了入主白宮而大搞權力鬥爭 近日新華社《戲坊》這部片的風格 在海外社交媒體平台推出英語微電影《扯牌屋誰最心機》 生動地揭露出美國種種外交政策的內心戲 微電影藉著主角尚木和三個助手的口 點評美國外交政策的心機 策劃未來選招 可以說為美國的外交圈做了一次代言人 精彩的台詞不斷 例如人權就好像花10美元就能買到的玩具槍 誰不跟我們走一條道 我們就會拿它對著它來嚇它 在烏克蘭危機對付俄羅斯 就要空談和談 以戰養戰 新華社在報導中又指出現實中 華盛頓的政客經常都打著所謂的民主旗號 抹黑災贓他國 這部的微電影可以說 腦洞大開 仿照美式的套路 模擬一系列的黑招 例如主角的助手建議 讓民眾以為唐人街都是中國的海外軍事基地 就可以炒作中國威脅論 助手另一個建議 就是令到歐洲相信中國通過賣電熱箭 收集個人數據 這樣歐洲人就會乖乖地買美國的液化天然氣 否則他們只有燒柴等等的戲房對白 片中有些情節令到觀眾在惠心一笑之餘 更多了一層的思考 例如主角坦誠已經受救了手下的 所謂中國問題專家 原來他們沒有Google翻譯 連《人民日報》也不會看的 又例如主角問工作人員 為什麼我們要賣力地壓制中國呢? 有助手就立刻反問 為什麼我們80年代的時候要賣力壓制日本呢? 影片的結論就是美國的對外政策就是 是順我者槍、逆我者亡 影片當然也引來一些反華政客的攻擊 自由亞洲電台總裁 美國前副總統徹尼 副國家安全顧問 葉望輝就評論說 當你通過強力破壞並重建社會 正如中國共產黨一貫做的這樣的時候 你就譚上有創意 而發布影片的新華社就模仿他的口問回應說 當你通過政治把戲和利益算計 為深層國家證明助力 正如美國兩黨一貫做的這樣的時候 你就談不上、正直和問責 並追問他你是如何讀《人民日報》的呢? 是否需要借助Google翻譯呢? 這類有創意的外宣 未來可以預期會越來越多的 另外 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提出了一個新用語 叫做峰會外交 在石樓台我在現場的節目 我會說一下為何王毅會提出這個新概念 其實峰會外交是指的是什麼呢? 而中國又是如何佈局 參與和加強不同的國際和地區組織的呢? 歡迎到石樓台免費試看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也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石樓台新節目《十分鐘看中國》 每天用10分鐘告訴大家中國發生什麼重要事 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對看 現在很多媒體比較少說中國的新聞和分析 而且多數都是說負面的 少有說正面消息 叫年輕人每天抽10分鐘 看石樓台新節目《十分鐘看中國》 就會知道國家發生了什麼事 可以更深入了解國家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步》訂閱石樓台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瀏覽石樓台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節目 多謝大家支持 Latin! 2 1 1 3 2 3 1 2 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